好 那麼新北增加360例 侯友宜說居家照護要開辦 叫做安心解憂專線 不要擔心 打電話給我 我告訴你怎麼辦 說新北院好像是先試辦 全面啟動居家照護 然後侯友宣布了叫做 防疫邁進另外一個階段 居家 居家到底還包括送藥 緊急狀況怎樣 反正他牽涉滿廣的 陳時中說現在最怕的一件事 就是有人沒有被照顧好 重症的人沒有被照顧好 怕這樣 重症被照顧好就 生命就怕危險 現在輕症可以居家照護 衛福部是要遵守一人一室 現在沒有人不是一人一戶 是一人一室 就是這個房裡 可能你有三間房 你一個人住一室 但是我覺得都很危險 其他人沒病的 你說要不被感染 我覺得幾乎是不可能 不過反正他想輕症 全家人一起算 另外台北市的能量 柯文哲說單日如果超過200例 也要啟動再加招呼 就是不到200例 我們還可以 他說大概台北市有2000床 所以每天可以拉到200 就每個人大概住在醫院 可能10天類似 只能用這種來算 所以如果超過200例 要在家照護 總共他的能量是2000床 新北說如果確診破千 就不再公布足跡了 現在不是都公布足跡嗎 其實現在以前大家還很注意 他昨天去哪裡 現在大家就看一看就好 太多了 而且現在也不覺得那麼緊張了 以前說他去過這裡 我也去過 很緊張 那又怎樣了 所以我早就講 我說那個什麼傾銷 那是鬼打架 都做給人家看的 那不是幾天以後 你們傾銷 傾銷半天 而且叫人家停業 那個百合公司收購 動輒停業 損失多大 這幹嘛停業 搞得他也不敢去跟你講 能夠躲就躲 否則都叫人家停業 那損失很大的 現在大概也不搞這一套了 我們看一下 隔著鏡頭叮嚀再叮嚀 侯友宜找來城市中 關心居家的確診市民 新北率先啟動在宅照護 現在又拋新點字 其實現在大部分都已經進去 社區感染了 很多的足跡也不會因為沒有公布到 就沒有社區感染之餘 所以其實公布 公布 公布 決到了有個確診事務 一定的數量 那其實它意義是不大的 因為前一天 新北才透露內部共識 如果單日本土確診破千例 可能就不再公布足跡 而確診數一天比一天多 單日千例似乎只是時間問題 但民眾過去常常是看著足跡圖 回想自己有沒有重疊 再趕快自行快篩 如果不公布了 要如何警覺 現在很多的足跡點 雖然根據確診者來說 但是還有很多沒有看到的 無症狀的確診者 還是在社區的隱形傳播面 呼籲民眾提高自我監測 有症狀就去快篩 要維持醫療量能 邁向正常生活 新北市再次超前喊 接著是否考慮全台跟上 陳時中這番話看來有可能 公布了在一定的一個社區傳播的時候 公布了太多的一些足跡 他們意義已經不大 要和疫情共存 先考驗民眾能不能習慣 現在看起來是台北新北最多 來 鴻威 對 因為現在重災區就是 雙北地區 我覺得這個現在 我們的衛生局的這些基層人員 非常非常辛苦 因為他們現在要做疫調 這個讓大家輕鬆一點 不過最近有一群組就在傳一個訊息 大家就笑一笑 他說因為就有人每天都在看 哪些人 足跡在哪裡 他說他已經研究很久了 然後這麼多足跡裡面 沒有書店 沒有圖書館 所以這代表這兩個地方非常安全 大家可以去 這是開玩笑 做這些的疫調事實上 要花大量的基層人員去問 有的還要去喚醒你的記憶 所以現在基本上就是說 我看新北市也是這樣 只要到了單日1000例以上 他們就不再公布足跡 也就是說你不要把這些基層人員 他的時間 成本 他的心力 花費在這些上面 只是說現在確實 大家感覺上 對於現在新的疫情 這樣的節節升高 我覺得大概有不同的那種感覺 就是因為我們的政府 一直在宣傳說 現在是讓無症狀輕症達到99.7% 99.8%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 所以現在整個也沒有那麼嚴格 可是你看當教育部公布 新的停課標準之後 就是原來是只要有兩班 家長又有意見 對 他停課標準一放款之後 立刻家長說怎麼可以 搞到很多的縣市首長 尤其今年年底要選舉 所以很多縣市首長 也不敢比照 包含台北市說 好 我們還是要找一下老師 找一下家長 我們來商量一下 然後我們的辦公所 我想文傑跟博藝 這樣也有的贊成 搞得我們也莫中一事 而且城鄉差距也有 對 會有城鄉差距 其實基本上 比如說家裡有阿公阿嬤的 就覺得說那就停課對不對 可是家裡沒有 通通都是上班的 就說我要上班 我該怎麼辦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怎麼樣去拿捏蠻重要的 但是就是說染疫者在居家照顧 這個確實非常重要 我覺得這一點 其實因為新北侯友宜 他大概認知到 第一個 他人口數最多 那他到時候染疫數也最多 所以他開始在做這個居家 他其實我覺得不要試辦了 王任賢講得很好 火燒屁股了 你還試辦什麼 勢必要辦 不要叫試辦 勢必要辦 所以你現在包含三餐 你該怎麼樣把東西送過去 還有就是垃圾清運 現在他想要說你心裡 你在那邊居家隔離很無聊 可能心裡想這樣 你可能還有一些心裡的輔導 等等之類的 那確實都要做 但是我們現在面臨到一個狀況 比如說在我的選區 前兩天傳出來一個小孩子 就是他送進家戶病房 他就開始在 就很多人問說 在那選區到底是哪一個選區 我說我們也不能亂問 其實我知道是哪一個學校 但我們不能亂說 開始同校的家長知道之後 就非常非常的緊張 另外今天又有一個家長會長跟我講說 他說議員 我們有老師確診 老師還好他不是班上的導師 他是行政的 做行政 行政其實一個辦公室 學校就說那一半 跟他比較接近的人 通通去居家隔離 因為學校不能夠整個癱瘓 行政癱瘓 所以我們還會面臨到一個狀況 就是說即便這些染疫者 你認為他是無症狀或輕症 他站在家裡 可是他要有大量的這些社會資源 而這些如果別繼續要去居隔 還是有很多人 雖然我沒有染疫 但是我要居家隔離 可能很多的一些社會的事務 政府的事可能會被停擺 你記不記得前兩天 我看到一個好像是高雄 南部的一個派出所 幾乎全部染疫 全部回家 我想說他們那個地方的治安 那十天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他現在政策上有點矛盾 就是說他說要共存對不對 所以希望像共存 正常化 但是一旦確診還就跟你框 密歇就是也框 這一框就框很多人 一框那麼十天 那框的都不要做事了 現在問題就在這個地方 來 文姐 現在就是我們的衛生局 或是衛生員 他們還是在做框裂的動作 只是他們越來越跟不上那個速度了 他們那框太累了 對 他如果一天能夠 原來能夠框100粒 他現在如果說一天500粒 那他400粒就沒有做了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覺得未來的話 就是你越來越框不到的人 越來越多 所以你公布的足跡 也就是只是你框到的足跡 還有很大一部分的足跡 其實是你沒有框到 其實這個事情我們在去年 六七月那個時候就發生過了 去年六七月的時候 那個時候也是大概六七百粒左右 全台灣 我們的衛生局很多 就是已經不公布足跡了 所以我們現在只是在重複過 去年所發生的一些狀況 只是我們現在的狀況 確實比去年好很多 因為第一個病毒不一樣 去年是Alpha 去年是Alpha 後來是Delta 現在是Omicron Omicron的症狀顯然輕很多 施打疫苗的狀況也不一樣 其實我自己是住在和平醫院附近 去年在五六月的時候 幾乎是每天晚上都有救護車 偶一偶一在跑和平醫院 但是我現在基本上 到現在目前沒聽到 我剛剛還在問 和平醫院的副院長說 你們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他說基本上 現在輕症都是在家裡 所以以和平醫院來說 他也沒受到重症 到目前為止就沒事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覺得大家心理上面 應該還是要堅強一點 對 他現在講Omicron的致死率 剛剛講的是千分之3.4 看起來是低 但是如果你有1000萬人確診 也3.4萬 那也是滿可怕的 來 林士斌醫師 每一個國家其實看到 還會有微妙的不同 比方說韓國雖然確診很多 他們還滿自豪 因為韓國其實疫苗打得非常好 老人家第三劑破六七成 所以他們死亡率 大概就是控制在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是我們傳統上 對於季節性流感 覺得他大概就是千分之一的 致死率 我們這次看到香港不太好 因為老人家 疫苗打得不太好 所以那個致死率就比較高一點 大概千分之五 六左右 所以會有差別 所以我們常常在說台灣 前一陣子有人擔心 台灣會不會變香港 我覺得不至於 可是我比較擔心變韓國 就是即使大家不要把疫苗 當成是萬能的 他當然很重要 可是即使打得跟韓國這麼好 我們還沒有到那個程度 可是然後他放飛自己的話 你還是會出現這麼多死亡 像秀希老師最近在講這個 重症很重要 就是你不要瞧不起這個病毒 病毒對你個人的威脅 沒有那麼高 沒有錯 可是他對國家整個攻異 還是災難 因為他分母太大 就是Omicron War 進入一個馬上指數型上升的話 分母太高 他造成的死亡還是多 現在在某一些國家 因為Omicron死亡的總數 其實是超過前面 Delta或Alpha多 很多國家都是超過 沒錯 所以我覺得大家 所以這個他是用輕症擊垮你 他不是用以前我們去年5月 是一個一個插管 然後重症加護病房被塞滿 他現在是輕症 所以你假如堅持每一個國家 你確診了就要去關起來的國家 一開始會很適應不良 就像前一陣子的香港 現在的上海 我們初期也有一點這種味道 我們正在轉換 我這裡可以給大家看一個 現在最近大家都在看居家照護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這一定要做好 因為多半都是輕症 所以我們的人民一定要習慣 我得這個病 我不是一定要去醫院 甚至不是一定要去就醫以後 更多的時候 我覺得很多其實國外的國家 你就是自己 完全靠自己防疫 你自己在家裡做了快篩 然後你就在家裡等著了 你就通報我要開始隔離5天 我跟大家講 我們原本現在是說10天 而且最後出來的時候 還要做個快篩 我跟你講現在各國怎麼做的 美國5天就好了 而且5天之後不需要再做PCR了 他們這個背景是因為當時 太多人染疫了 我記得NBA有球隊都快滅隊了 你根本不能上場了 所以他就把它縮到5天 他有科學根據的 他說因為多半就是在你發病的 前二 後三 這個是病毒量最高 所以你真的其實不需要 關到10天 我覺得有個國家好像只有3天 有的 我正要講 這個國家叫新加坡 新加坡很猛 新加坡是自己隔離72小時 然後你就開始在家裡做快篩 陰性就可以解割了 然後假如就算你一直養 他說沒關係 你打了3劑疫苗的人 最多隔到7天就讓你出來 可是你沒有打到3劑 他就是說你要到14天 所以他有一個差別 這其實也有科學的根據 我現在有一些報紙說 打了3劑的確那個 可以傳染的病毒量 是比較低的 你看日本現在還是比較保守 跟我們一樣10天 可是韓國現在是7天 他們最近因為準備繼續放寬 他們也在檢討 是不是關5天就好 所以我覺得這可能是 這是未來的方向 羅副有跟我說 以後我們可能會 用快篩來決定 就是陰性的話就可以出去